大家好我是Tiffany 歡迎來到 宇薰尼學英語 為什麼我會跟大家說歡迎來到呢 可能很久沒拍過影片 還有一點生疏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個輕鬆一點的話題 就是想說回我以前在律師樓工作的點滴 生活 一些開心不開心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因為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說我想讀法 不知道讀不讀 或者他們會跟我說我想讀JD做律師 不知道做不做 又怕自己太多讀書 又看不完 有很多朋友都會 DM我 問我關於律師樓的東西 首先戴回頭盔 我就沒有在律師樓做過律師 我只不過以前是一個law student 我畢業後和畢業前也有機會在律師樓工作 第一 因為很少人想分享 我就自己分享 第二 我沒有做過律師 所以我的經歷就不是律師 親身的經歷 只不過我是做過律師樓的意思 我覺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我以前都在大約三至四間律師樓 或者大律師的辦公室做過事 大律師的辦公室就叫 Chambers Chambers一定要加S 就不可以沒有S 而律師樓就叫law firm 現在香港還是有分樓 有 Barrister 大律師 和 Solicitor 事務律師 如果你們對這些法律名詞有疑問 可以看我上面的影片 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一個女老闆 或者女老闆做事的經歷 話說當時是做一間律師樓 那間律師樓也是香港的比較大小小的公司 不是最大的 但都是大的local firm 即是本地的律師樓 大家如果不知道 其實是有分international firm i firm 和local firms international firms 即是國際大行 可以是美國的律師樓 可以是英國的律師樓 可以是澳洲的律師樓等等 那些就叫international firm 亦有些是local firm local firm 裏面都會多些本地人做律師 那時是一間相對比較大的律師樓 我老闆是一個挺地獄的人 地獄的意思是他不是對人差 而是是一個很工作狂的人 很多人都說他不用吃午飯 他吃午飯是吃沙律 或者甚至喝一口水 就當是吃午飯 然後由早上做到晚上 很薄殺 都好像不會累 他的工作能力無異是很高的 我當時就做他的secretary 做他的秘書 他怎樣工作能力高 他日後可能是去court 去做一些hearing 即是聆訊 下午回來 十萬個電話 有十萬個client 找他 又開會 又有很多文件 draft 一些信來來去去去去 十萬封信 其實他有很多生意 還有他人都很忙 全日走來走去 去meeting room 進回他的房間 然後去court 就完全不停 從來都見他 基本上沒有什麼私人生活 最多聽朋友 聽同事說 他下班會跳鋼管舞 或者跳舞 或者見朋友 即是他也是有個人生活 但看到他的生活 是忙到嘔抱 其實很少見到他在上班時 會跟家人聊天 或者跟男朋友聊天 即是永遠跟他聊天 都是老闆 client 那時候 其實我自己的工作量 十分吃重 其實有些同事 都會很擔心我 幫這個老闆做事 因為這個老闆 其實他都頗要求 即是他很多事情 要你很快做 還有client的電話 你要記得他們的名字 還有駁線 也不可以駁錯 又要幫他 訓練 幾多點做什麼 那些事情 全部都要很快 很清晰地做好 我那時候都年輕過現在 可能22、23歲 我那時候的工作能力 就是不足夠應付這個老闆 後來這個老闆 剛剛我到試用期 滿了的時候 三個月 就炒了我 炒了我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跟我說 他會炒我 或者Ever 就是Chic Child 跟我說 你不用做了 我那天就開始沒有做 我自己就完全沒有怪過 這個老闆 覺得他那麼地獄 那麼壞 那麼洗我 因為我自己覺得 這個老闆 那時候 都是差不多我的年紀 都是薄殺的年紀 他畢業不久 其實他自己 都是在這間公司的 associate 即是 一個成員 他自己都想升做Partner 或者去另尋一些更加厲害的Firm 另尋好去處 我自己覺得他博表現 或者他那麼勤力做事 其實都是正常的 你可以看到 他桌上 有很多厚的書 即法律書 什麼叫Wipe Book Civil Procedure 全部的書 很多 然後他整間房 他上面全部都是Case File 然後他房間外面有很多Case File 那些Case File 可能一個Case都有20個File 超多文件 很多時候我和Trainee 即實習律師 就要幫他找那些File 給他看 壓力都相當大 有時候他在房間叫 某個Case 可能他說了個Case名 例如那個Case叫Peter 那才算 Peter 然後你就要馬上拿個File 很多時候都要懂得看他的 他的眉頭眼睛 知道他要什麼File 其實跟他做事 其實都蠻搶的 其實那時候在那間律師樓 有很多人 同事 或者是Trainee 都有點害怕他 因為會覺得 他好像很aggressive 但我自己覺得 他做事能幹 這個是無可否認 我自己後來跟不到他做事 我覺得是自己的錯 和自己的損失 因為其實都不是人人都適合 避書這份工作 我自問自己就真的不適合 現在找到自己比較適合的工作 其實都覺得是一件萬幸的事 然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後在另一間律師樓做的經驗 之後那間律師樓也是做Litigation 之前那間是做Civil Litigation 即是文字訴訟 而這間也是做文字訴訟 不過他們集中做Pi和EC Case 即是Personal Injuries 和Employees Compensation 我跟的男老闆 其實他對我是挺好的 他偶然都會請我們 委託和我去吃東西 我那時就是Para Legal 即是律師助理的身份 我坐在他的房間 我在旁邊工作 他也是沒有 就是聊一下電話 和Client 或者去看一下Case File Draft一下文件 他對我是OK的 即是會有適當的工作量 有時要我幫他收拾一下文件 有時要幫我幫他改一下文件 他叫我做些事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manageable 他也要我幫他接電話給他聽 他也要我幫他改文件 但是那個工作量 就沒有去到之前的女老闆那麼誇張 也算是manageable 還有這間律師樓 我比較會多些 可以用腦的工作 就不是以前secretary那麼簡單 不是改一下文書工作那麼簡單 都會做到一些翻譯 這些翻譯我覺得 都可以用到腦多些 其實我自己做得開心 這個老闆又會跟我一起去 有時會上Code 有時會跟大狀開會 有時會跟我跟Client開會 亦會叫我跟Client填form 如果他們申請工商也有很多form要填 我覺得這個老闆其實是蠻好人的 不過我觀察到很多同事都對他有點不滿 就是因為同事覺得他經常要別人OT 因為我們其實那時候都是學生 我們自己都是半工讀的去做事 如果你經常要我們OT 我們真的搞不定 很多時候如果我們不想OT 我們就要跟他說今晚我要上學 他才會容許我們不OT Default他也會假設我們可以跟他OT 變相沒什麼私人生活 而且在這間公司裏面 他又不是很大 那他的trainee solicitor 那個人工都不高 可能是萬多元 而且很難請假 他對我們的態度 說話就沒什麼 不會說罵你 或者其他 但是他有時會問我們公眾假期 會不會回去上班 他會想連我們的公眾假期都吃完 有些人會覺得這樣就不太好 好像沒什麼work life balance 不過說就這樣說 其實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 他自己在公眾假期的時候 都會回公司工作 雖然他自己已經有家庭 我自己覺得他也算是做得敬業爭業 還有對我們又不是那麼壞 我自己覺得在這間公司工作 都是學到幾多東西的 他們的檔案又是很亂 一個case就有十萬個file 又是我經常都要幫他們找file 他整個office都很亂 所以我們做secretary 我們做paralegal 我們都要幫他找那些casefile 找得很辛苦 因為那些file其實是很重 用那些圈圈的file 硬皮file拿著 然後我們經常都要拿些file 其實都很重 這間公司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都覺得還好的經驗 還有我那時候經常遲到 因為那時候沒什麼工作完成 經常都射球 我老闆都不太理我 我覺得算是差不多 第三個case 就想跟大家說一下我和大藏做的經驗 前前後後都有跟過大藏 有些有打刑事case 有些打文事case 我 той時候 以一下叫教員入聚前任的身份 相論跟人家工作 我別人也要幫他們拿行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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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他們吃到 muchasbWhimen 自己售罪的時候 00h 시�den都有很多jęerson 而且他們也無夠利用火李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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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也會 Systems Car TH e US具天常拿出來描导物件 把文件拿回椅子裡 讓他慢慢看 或者把文件拿回椅子裡 一直打官司 我自己觀察大狀有很多法律研究 絕對是不少事務律師要做的法律研究 因為他很多時候打官司的時候 會就一些法律研究或法律研究 去問他們一些問題 如果他們沒有做足準備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被一些官罵 而且因為這些大狀經常上法律的關係 他們都很熟知不同的官司 他們有什麼性格 也會知道這個案件的勝算有多大 因為很多時候一個案件的勝算有多大 不單看法律 也不單看法律 也不單看法律 還要看看法官的性格和性情 有些叫做釘官 即是說官是很嚴的 很容易會批判那個犯 所以那時候跟大狀都覺得學到幾多 大律師和客人 和事務律師開會的時候 我們這些學生會盡量在旁邊 寫書 因為香港有一個 即是說 以前的一些案例 我們很多時候打的官司 都要看回以前的案例 很多時候他們要打官司 我們做這些學生仔 做這些學生仔 做這些學生仔 或者做這些委員 我們就會幫他們上網 去找一些relevant case 看看可不可以幫他們 去support到那個case 但我們都是一個輔助的性質 我們不會說整個case 懂得怎樣打 只不過我們去找一些case 去support他的case 大律師的office 其實很多時候 會跟別人合租 然後他們也會有自己的秘書 他們可能也會分享秘書 秘書會幫他們去聽電話 很多時候他們的office 因為在金鐘、中環、灣仔這些地段 其實都不便宜的 所以大家都說大律師 又爭多捉少 少case打 做的工作又未必得到相應的回報 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去讀法 做律師 如果你們考慮這條路 又未決定的話 不妨可以看看這本書 這本書叫 Letters to a law student 他就告訴你 究竟一個law student 應該如何準備好自己 有什麼是要做心理準備的 有什麼科目要讀的 裡面有什麼branches of law要懂的呢 如果你做律師 但你英文真的很差很差很差 你差到速度一些東西做不到的 或者你寫出來文法也有很多錯 其實我也覺得 做律師相對對你來說 會比較難 但如果你英文字問題不是太差 而又不抗拒看很多readings 我自己覺得做律師有機會適合你 你可以不妨去接觸多些法律這個行業 無論是透過看法律的片集 例如Suits、Boston Legal、Drop that Diva 這些片集也好 或者自己看書也好 先接觸法律 看看自己是否喜歡 然後才進行 因為始終多些資料才踩腳進去 其實始終會好些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分享 記得要follow我們IG、Facebook和Miri 我經常都會在IG上分享 我看完的書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多閱讀 Facebook每天都有新的影片分享 Miri經常都有墨書給大家做 大家記得要去各大平台follow我們 如果大家有興趣買成人英語再一部課程 可以用這個YouTube觀眾專用的優惠碼去買 現在第三期高階文法都推出了 如果大家覺得自己平時寫東西不知道對不對 讀英文字又不知道讀得對不對 就可以加入我們Patreon的學習計劃 我會在那裏給大家做 也會幫大家改功課 把大家的英文寫作改得自然 和將你們的英文讀音糾正得自然 和你們的英文讀音糾正得自然